加息阴霾 港股回落以及一手抢客 另二手市場雪上加商 十大屋苑在佛誕假期 及剛過去的週六日共三天 二十六至二十八日 交頭皮約 三大地產代理統計期內的買賣區處於個位數 美聯物業統計過去三天 十大藍籌屋苑只得六宗成交 當中黎芝各美夫新村佔三宗最多 而週末兩天則佔五宗成交 按週持平 美聯物業住宅部行政總裁 港澳 布笑明表示 你國債務問題拖累港股創年內新低 加上多個全新盤促勢待發 凍結不少購買力 導致二手指標屋遠交頭難見突破 他認為短期而言 二手市場逐於低位徘徊 美聯物業高級區域營業董事 9.2萬元單位升值47倍 利家國地產統計過去三天十大指標屋苑 有約六宗買賣 而過去兩天則佔三宗按週持平 利家國地產總裁廖偉強指出 一連三天假期 不少港人作短途旅遊 令二手市場更形淡淨 中原地產統計過去三天十大屋苑僅得五宗成交 全部都在週末兩日錄得 中原地產亞太區副主席兼住宅部總裁陳永潔分析 自本月初香港銀行家息後 買家對後市多普觀望態度 一手新盤開架剋制 吸納市場不少購買力 為二手筍盤組被消化 目前放盤業主持貨能力極高 以價空間有限 二手市放因而膠著 二手市場更形淨 零魁強 頑端 零魁強 零魁強